好 看到呢 柯文哲现在遭到了积压境界 那么其实呢 前一天有接受了日媒日经新闻的独家专访 柯文哲呢 就指责政府说啊 试图来压制反对派 誓言会继续奋斗 并且呢激烈来批评法律体系跟媒体 指责他们听命于总统赖清德的民进党 那么至于柯文哲收押的新闻 外媒呢 多是以快讯来做报道 有日媒以及彭博社在昨天晚间就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涉及了不动产重建的贪污调查而被拘留为题 来进行了相关报道 好 我们要看到的是呢 昨天哦 这个到底积压的理由是什么 北院认为说 柯文哲明知违法却执意不为 迥然若揭 裁定积压境界 那民众党呢 紧急应变小组就召开了会议 而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走出来的时候 一度呢 眼眶泛红 立委林国成就透露说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呢 这个亲情不太好哭了 而且还说 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那民众党呢 还是会团结一致的捍卫主席清白 最恐怖的绿色新党国 司法打压非常的可怕 全台湾的民众都看得到 中文还好吗 讲一下吗 刚提到还好吗 刚刚眼睛好像有点重重 眼睛好像有点重重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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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下佩琪的状况 对 他 当然 给我一点哭泣 那认为 为什么现在的国家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相信他还是会坚强的 希望台湾人民大家还是要团结 那我们台湾民众党是会团结的 其实看起来大家还是团结一致 那我在比较恐怖的就是 现在立社新党国的这些 司法的打压 确确实实是非常可怕 实在非常可怕 希望台湾人民大家要看得很清楚 那台湾民众党是不会被打倒 台湾民众党确确实实也会按部就班的 去把我们主席他的清白 我们捍卫到底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团结我们小草 那当然因为像今天我们处理的 就是我们的小草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他们认真的工作 确确实实 也不要为了这个事情 大家有所比较激烈的动作 这是我们自己本身 台湾民众党非常自治的一反 那我们会继续捍卫他的清白 然后还是老话一记 现在的绿色新党国用施华来迫害 真的非常恐怖 柯文哲是在昨天 9月5号的下午 遭到北院裁定羁押禁件 那时事评论华明就有发现一个巧合 就是呢 在2014年10年前的9月5号 当时的柯文哲是景谦他的妈妈 跟太太陈佩琪的手 赶在中选会登记截止的最后一天 登记参选台北市长 没想到10年后的同一天 却是遭到收押 那么黄明就说10年毁一颗 好看到柯文哲现在被这个积压境界 那当然外媒的报导是如何 包括路透社 日本产经新闻 香港无线新闻等等的外媒 都是以快讯的方式报导 日本产经新闻就说 始终坚称清白的民众党 可能会因为全党挺议人陷入危机 那香港无线新闻台 在昨天傍晚的5点多 用快讯来跟进 新闻网更直接用了柯文哲 双手呢 这个上铐 好被押上求车的画面 那路透社则表示 柯文哲在案件调查期间 暂时请假了党主席的职位 并且向知者道歉 好现在呢 这个外媒热议 那当然也引起了 在大陆微博上面的一个讨论度 各种声音都有 有大陆网友呢 就高呼说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另外有人质疑 这个案子是政治迫害 直呼是绿色恐怖 好看到呢 现在金华城案延烧 柯文哲成了第5名被羁押的人 那么昨天在台北看守所带的一夜 今天的状况如何 您先给记者张良好 好主观众 我们现在人在土城看守所这里 这里呢就是柯P度过了一个晚上的一个地方 那目前柯P当然是就是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 就按照土城看守所这边的作息 跟着大家起来了 那包含他今天吃的一个早餐的部分 其实大家已经有讨论过了 就是银丝卷配上奶茶 那早早的时候我们到他们会客室这边 不过他们菜色还没有更换 所以可能要到稍晚一点的时候 才能够看到他们到底吃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今天的重点在这边等待的呢 当然就是律师的来到这里 因为今天律师大概是8点半的时候 差不多就可以来到这边了 他们早上律见的时间是可以到11点 那虽然说律师没有说会来 但预期基本上律师应该会来到这里 毕竟柯文哲在昨天是被裁定要来 执押境界 那现在呢对他们来讲 当然是要能够赶快的想办法 从这里面出来或是有下一步的工房的工作 如果就这样都不动作的话 那柯文哲就是直接被押在这里 两个月而已 所以说预料呢 律师可能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跟他有一些相关的讨论 那最快呢可能在今天 就会提出相关的一个抗告 至于说柯文哲目前在这里的一个作息 当然就是按照规定 基本上有所谓的健康检查还有放风 那不过呢放风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同案的被告 也就是包含了柯文哲 应小微 沈庆经的人 他们今天呢在这里面 基本上他们就算出来放风 也不会有所接触 这一点是他们在索方这边 是特别的来留意这件事情 至于说我们今天要来跟 现在这一个小时 要来跟大家聊的最主要 应该还是所谓的 在庭上的一个工房的部分 因为呢北检这边呢 基本上在昨天这个家庭的时候 是拿出了三个证据 猛攻科文哲 是不是有所谓图力的部分 最主要其实当然说这个 呃家庭的一开始的工房 当然是 呃法庭的这个法官 呂正业他突然在程序庭上 要求检察官是不能拿出 发回庚裁程序提出的一个 新试证的部分 突然不能拿出这个 当时大家就吓了一大跳啊 想说你这个不拿出来 那干嘛有必要去开这个庭了吗 那不就是上次的证据 再看一次而已吗 当时大家就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的解读 是说可能是法官 会不会是认为说 先前的证据 就已经可以把柯文哲压起来了 那你前一个法官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所以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这个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太过于 太过于确定到底是 考量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在庭上上面呢 北柬的工房他们是拿出了 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哦 好他们最主要工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先前大家有讨论的 就是柯文哲在9月2号凌晨的时候出来 他直接表示说 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京华城的容积率到了840% 这一点啦 当时我们在新闻 这个跑新闻一听到这个 就有点吓一大跳啊 哇 怎么会有人讲的这么斬金迭迭 好 现在可以看到的 律师来到这里咯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 律师可以稍微请教一下吗 你们今天会提出抗告吗 先律箭 抗告吗 他们说今天是有这个 处理的嫌疑这个部分 是柯文哲有神任部分的罪行吗 先律箭好不好 好 还是大概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们可以进来啊 可以喔 可以喔 可以进来 抱歉 抱歉 看守所不要干擾 谢谢律师 有关的问题 包含呢 是不是在 庭上的时候 柯文哲有部分认罪这件事情 以及今天是不是要来提出 抗告或者是说 今天就会提出这些事情呢 这个部分 郑森元律师是表示说 今天他是先来办绿箭的一个情形 稍待一会 可能也许 绿箭完之后呢 他才会告诉大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目前现在绿箭当中 那绿箭的一个时间差不多就是 从下开始的可以到十一点这个时间 都是可以绿箭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待会也许十一点过后 在十一点之前 律师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询问一下 他们现在有什么最新的一个策略 不过看得出来喔 看得出来 他们现在的一个策略 当然基本上都是还满闭口不谈的 特别是从上一次到现在 基本上可以看到 其实从昨天郑森元律师他们 整个律师团出来 一来他们表示说 他们尽力了这件事情 二来呢 他们只有点点头表示说 他们会继续提出抗告 到今天再讲就是表示说 我们今天是绿箭 是所谓律师会见的一个问题喔 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就是 对于这件事情蛮低调的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看 待会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继续回到昨天 那个庭上到底他们是 到底主要在进攻哪一个点喔 他们主要是要 律师要防守的哪一个点 最主要他们就是 针对柯文哲所提出 他们到今年三月四月才知道 金华城的容积率 840%这一点喔 大家就好奇说 这个怎么会有这个 突然讲得如此 斩钉截铁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就蛮好奇的 果然 检方就是抓住了这个点 来进行攻击喔 那检方抓住了第一个点呢 他们就认为说 柯文哲你不可能不知道 这件事情啦 你这句话很显然是有问题 他们拿出谁的资料呢 就是苗博雅的 其实当时大家也在怀疑啊 第一次升押的时候 为什么柯文哲 讲出他三四月资料的时候 检方不知道 有曾经被质询过这件事情呢 当时他一讲出来之后 很快大家就找出苗博雅的资料啊 那为什么你们检方 北检一开始会找不到呢 好不管如何 所以第一次把柯文哲 被无包请回了 那这一次呢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是针对苗博雅的部分 就有直接拿出来喔 他说苗博雅在2021年11月 市政总时群的时候 曾经提到 金华城因为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宜基城市的三个奖励 获得了20%的这个容积奖励 换算市值是十几亿 可是金华城不是都更案啊 为什么可以适用容积奖励呢 当时苗博雅就在市政总时局上面 質疑说这个金华城案的这个容积奖励 是不是量身定做 提醒柯文哲要注意 底下的人搞这些有的没的 你卸任之后会不会被翻出来 检察官就抓到了这个点 认为说柯文哲你显然明明就知道 金华城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会说你三四到四 今年三四月才知道这件事情呢 好那后来柯文哲的答辩呢 检方是认为比较含糊其识 所以说又丢出柯文哲 在2020年11月的时候 他送出的公展的六份批示公文上面 有盖柯文哲的章 也就是盖了六个柯文哲的章 让金华城可以增加20%的容积奖励 好这个先前我们在新闻上面有讨论过 就是说这是所谓的市长甲章 由副市长彭胜森保管决行的 可是检方还是质疑 就是说不能因此而认定柯文哲 主观上没有所谓的明知违法 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他们丢出来的第一步 就是把所谓的议员的咨询再拿出来 第二个他们主要的抓的点 是所谓的便当会 而这个便当会呢 也是金华城提高容积的一个起点 就是在2020年3月10号的时候 印小薇跟柯文哲他们有一个便当会 当时印小薇就有提到容积率的问题 那整件案子呢 随后就在3月17号 一个礼拜之后 就把承情书送到了市长室这边 六月的时候呢 就开了所谓的专家学者会议 当时就有委员认为市府可以替所谓金华城 争取方案之后再进入都省 那检方就认为说 柯文哲你看起来就是已经知道 这整件事情 如果去争取容积率会有争议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接受这个承情书呢 这是检方的第二个点 他们认为说 柯文哲你不可能不知道 再来第三个点呢 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所谓盖公文这件事情 检方最后也有 补充来答辩 就表示说金华城呢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于2021年9月的时候 都省委员他们开会 他们是最后提高 20%的容积奖率 把560最后确定 再加上容积移转的部分呢 总共840%给了出去 他们是认为说 柯文哲你从头到尾都知道 那你明知违法 还进行了这件事情 所以说他们最主要就是公了 这三个点 柯文哲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显然这个三个点呢 确实是比较奏效的 不过那这三个点 其实资料不是早就已经发生了吗 为什么检方到了这一次才掌握呢 难道上一次没有掌握吗 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报一个料 那据我们的掌握 检联人员差不多是在9月3号 也就是柯文哲放出来后的隔天 他们才跑到议会这边来去搜 不是搜索 应该是说跑去议会的金华城小组 这边来要资料 当时大家就有点吓一跳 说原来你们检调人员 从头到尾 没有跟议会这边来去做个调查资料吗 虽然说议会这边的 调查强度没有到这么的高 他们只是一个一般的行政调查 但是还是有相关的调查 你们都不去要 只等到这个时候才去要吗 好 既然就是这个要了 那也看得出来他们在战略上的一个改变 因为他们其实上一次呢 就是以所谓的收惠罪 还有图利罪 这两个状况 来去想要来收押柯文哲 但是偏偏他们在矩阵金流的部分 没有办法跟柯文哲的职务行程 行为行程所谓的对驾关系 所以他们第一次生压是受挫了 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北检的检察长王俊丽 他就有召开了会议 有认为法官在五宝请回的裁定当中 对柯文哲图利罪的法令是不太知道的 所以他们决定是更换了策略 以图利罪的方式 去来对柯文哲进行攻击 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他们就是主攻柯文哲 你不可能不知情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 那以上就是土生看作者的最新出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